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教學目標 當然我希望你能夠主動 閱讀跟這個課程有關係的書籍 其實比較重要的 不管在任何一個課程 我的教學目標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大家多讀書 那讀什麼書呢 當然是跟這個課程主題有關 可是從這個課程主題 你可能衍生出很多的 有興趣的一個 這個有興趣的一個 不管是書 不管是音樂 不管是這個影片 其實這都是我認為 是你可以去學習的一個工具 你就透過這些 來學習從這個主題 延伸出來的相關的一個知識 那有很多的 很多的我剛剛講到的影片 我剛剛講到的書籍 甚至在網路上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 以及人家發表的一些想法 一些意見 然後你都可以從這裡面的話呢 去擷取 然後去內化 去變成你自己 內化成你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我強調的是主動的那一個部分 所以教科書它只是一個參考 那不是說你這一學期 你只要讀這本教科書的話 這個課的話呢 它就足夠了 其實重要的是去涉獵相關的 從這個課程裡面衍生出來的 各式各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知識 因為從這些知識裡面 或許你可以裡面去拓展出來 你自己未來生癌規劃的一部分 你植癌規劃的一部分 那甚至你興趣的一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這個我希望課程裡面呢 同學是有比較多的一個討論跟參與 不是我自己在這邊唱獨角戲而已 我講的內容呢 其實也不見得 其實你們應該有蠻多意見才對 新生的世代 事實上有蠻多意見 但是你們習慣在網路上呢 做潛水 就是潛水是不是 或者匿名的去發表意見這樣子 那可是當給你機會去表達的時候呢 你反而不想要去正面表達 尤其是當老師問你 有什麼看法 你就最怕我的眼睛 我的眼光跟你的眼光呢 四目相對的那個時候 對不對 你就很快地把臉低下來 這其實不需要這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答案是正確的 每一個對每一個事情 都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一直在講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 那怎麼樣叫獨立思考呢 當我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都沒有去想的話呢 那當然就沒有所謂思考 那沒有思考 當然我們就沒有互動交流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其實你在跟我 在跟我對談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他同學也引發其他同學的一個思考 其實我們會激發更多更多的不同的這個內容出來 這是我對 其實所有的課程我都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是對氣管學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更強調 更多的參與更多的意見的一個表達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台大的學生太個人主義了 所以台大一直在強調說我們要團隊合作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團隊合作在這個課裡面的話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在課程的這個成績考量下面的話呢 我就把這一部分的話呢把它放進來 所以從團體裡面的話呢 每一個人在團體裡面你扮演的一個角色 你是要扮演一個Leader 你是扮演一個去追隨者的話呢 或者在下一次的話呢 角色互換 那如何去扮演不同的一個角色 這其實都可以學習的 那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那我們當然要去看 為什麼他在同樣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做出來的決定 他表現出來的那一種鎮定 他的這個迅速反應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 是他的個人特質 還是他經過不斷的在他的成長過程裡面 事實上他一直在不斷學習 所以他積累了這樣的一個經驗出來 我們看別人 我們就自己就可以從中去學到一些 我們覺得是好的 是那個優點的部分的話呢 這是第三個目標 我希望透過的這樣子 我們用團隊來完成工作 在團隊裡面的話呢 你去學習如何去磨合 在磨合的過程裡面的話呢 你也去看到別人的優點 從別人的優點裡面的話呢 你去學習 可以變成你自己的一部分 這是三個我主要的一個 教學的一個目標 不是在這個課的一個部分 我也比較重視的 應該是 在這個課程整個上課 整個作業 整個這個 不管我做任何的一個安排的話呢 在這個整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可以算是幫助吧 可以讓你有這樣子的一些 一些成長 不是在知識上面的一個成長 比較多是在你行為 在你觀念上的一個成長 那上課時間地點就在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不會做任何的一個更動 那教科書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我還是選了一本教科書 我選了這一本教科書 那是由商業書局代理的這個教科書 為什麼要選英文的教科書 然後這個課呢 這裡面這個書呢 叫Foundations of a Business 沒有agriculture在裡面 跟農業一點都不相關 我想大家大一都學過這個經濟學 大二學過個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也學在大一也學會計 大二也學統計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課上面叫做 農業經濟學 沒有一個課叫做農業統計學 沒有一個課叫做農業會計學 對吧 那為什麼企業管理的話呢 在農經系就要特別加上農業 就是大三大四的課呢 我們通通會把它加上農業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專業課 可是所有的專業課的話呢 在核心課程裡面 我們通通沒有就 跟農業有直接相關的一個課程 但是到我們的專業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農業把它灌上來 原因何在 意思是說 你學了經濟學原理 你學了統計 你學了會計 所以你在農業經濟的領域裡面 你也是可以運用的 但是你學了氣管呢 在農業裡面就不能應用嗎 應該是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沒有一開始 就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有安排這樣的 所謂企業管理的課程 好 在管院的話呢 他們會分兩個學期 一個叫 一個學期叫做商業概論 一個學期的話呢 就管理學 用這兩個學 用這兩門課的話呢 當做基礎 然後再把它擴散到工業領域 商業領域去這樣子 但他們不會涉及到農業的一個部分 好 在運用上面的話呢 大概農經期 我們才會把這些觀念 運用在農業上面 所以農企業管理 當然我們還是必須用什麼 一般性的企業管理的一個概論 當做一個基礎 然後我們在課程裡面的話 我們當然要舉很多跟農業相關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這個案例的話呢 來做討論 好 那我剛講管院他們需要修企業管理 他們需要商業管理 好 可是農經系不太一樣的 我們的必修課有什麼課 跟人家不一樣的 你可以講出來說 我一講這個課 其他人都會知道 我跟農業有關係 有沒有 我們一個農業概論 對不對 農業經濟概論 這是大一修的課 然後你大二的時候 有什麼必修課 大三同學都不在嗎 徐浩亭呢 我只記得他的名字 好 所以 你大二修的什麼 跟農業有關係的必修課 薰物學 薰物學跟作物學 對不對 好 那這兩門課你在學什麼 你有學怎麼去種菜 種水稻 學怎麼養豬 養牛 有嗎 養雞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嗎 不要笑著看我嘛 有沒有 還是全部忘光了 還有一個農業體驗課 對不對 有吧 有到農場裡面去 到農場裡面去做實習 或者到我們的食品架工廠去 有嗎 都不記得了 至少在大一的暑假你有參加我們的服務隊 有到我們的雲雲的某國小去做服務做客服 然後順便去看了一些農家 這有吧 這應該有吧 所以我們跟農業有比較相關的這個部分 好 剛剛我講到我們去看了一些農場 我們去看賣訪一些農家 我們去修了一些農業生產 畜牧生產的這樣子一些課程 因為這些課程的話呢 它跟工業生產 它跟商業的經營其實是不一樣的 它其實有更多的專業知識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大二的時候我們也學了這方面 跟農業生產技術相關的一些課程 那我們學了這些 當然沒有說你一定要會養豬 你一定要會種菜 然後你才可以做農企業管理 因為農企業管理的一個面向的話呢 其實還滿多元的 重要的是怎麼樣把這個企業理論的話呢 把它運用到這個農業相關的一個部門裡面 相關的產業裡面 所以在課本的一個選擇下面呢 我還是選的這個是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企業管理的一個課程 這樣的一個教科書 那為什麼要選英文 因為你們有英文的畢業門檻對不對 是全民英傑要考700多吧 785是不是 或者雅思要考 不是 IBT要考79分至少 所以為了應付這個英文門檻的話呢 當然讀英文教科書的話 對大家的閱讀應該也是有幫助的 好 這是我選這個教科書的一個目的 好 這是未來這一學期的話呢 我們上課的一個進度 好 因為上個禮拜已經中秋節放掉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是很簡單的課程介紹 我們就真的要進到第一章的這個主題裡面去 好 介紹商業環境 介紹跟這個商業環境相關的總體的一個經濟 好 一些經濟的一個概念 然後下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就會談農場經營相關的一些法規 那這就是不在課本裡面是額外的補充 好 因為對農場經營很重要就是土地嘛 好 然後還有就是農業的基本法是什麼 或許你在農業法規的課程裡面的話呢 有涉獵到一些 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從最基本的 從土地 從土地法的話呢 開始來看 因為那是農場經營的一個基本 好 所以我們第二個主題的話呢 就講這個農場經營相關的一個法規 接下來大概就是照著這個課本的一個進度的話呢 好 這樣子 大概一個禮拜一章的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進行 好 然後到20號 那我會告訴大家運營計畫書如何專寫 好 就是期末的這個報告的話呢 我的要求 好 那基本上也是一般的這個創業計畫書的話呢 應該需要具備的一個內容的話呢 我會在這個時候告訴你 好 再來大概就是這個照著課本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 第八章的話呢 講生產管理 那它當然是比較一般性的 比較工業的生產管理 所以我必須要帶一些農業生產管理 農業生產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我會帶一些這個跟農業相關的 好 這個一些案例的話呢 給大家 好 給大家來參考 那 那我把十五十六張跟財務管理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先拿到前面來講 好 因為營運計畫書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財務分析的部分 好 所以如果拿到最後講的話呢 那可能同學最後在計算上會來不及 好 所以我把它提前到前面先跟大家介紹 財務 在財務評估上面的一些相關的一個概念 讓同學的話呢 可以比較早去因應這個部分 然後後面我們再開始講到所謂行銷管理的一個部分 好 那 最後一個主題的話呢 我們就講電子商務的部分 好 因為這是一個已經發展非常成熟的一個商業模式 但是它也是一個行銷的一個通路 好 它也是宣傳的一個管道 它的用途越來越多非常的廣泛 好 好像你不去講這個東西的話呢 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潮流 電子商務其實都太慢了 現在已經在講行動商務了 就是用你的手機的這個 Mobile Device的話呢 來進行商務行為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跟大家的話應該也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會講到這樣的一個主題 好 那我們先講一講農業的重要性 好 我們先講一講農業的重要性 在這個之前 在這個之前 我再插回來講一下 因為過去很多同學都講 企業管理好像沒什麼學問 好 好 覺得老師這常反應說 老師你教的太淺了 好 那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採教太深 好 就是你那個作業 你們全部成績都在那個 B-以下的話呢 這個才叫做有水準的課程 好 太多A的話呢 是不是就顯示這個課程沒什麼水準 好 好 所以說 所有的經濟學 好 我們農經系 農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經濟的話呢 又是另外一個 主要的一個 掛在細米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 我們也學了滿多的經濟學 從大一大二我們都在學經濟學 好 那經濟學教你什麼 經濟學教你去分析對不對 好 從各經的話呢 你去分析你個人的消費行為 從各自產業的一個角度的話 分析你產業怎麼樣去獲利 好 總體經濟的話呢 去講一個經濟 講一個經濟 經濟體一個國家 如果如何有效率的去分配資源 好 所以都是在講 所謂分配交換這樣的一些問題 但是你學了經濟學 你學會分析之後 誰來幫你做決定 要不要去做 你花了很多時間去計算說 我應該生產這麼多的量 我會把我的資源 我應該 我應該吃三個蘋果 我應該吃兩個橡膠 這是我效用最大的 好 所以你自己分析完了 你會照著這樣子 去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你要不要選 有那樣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你會不會去執行 你會不會去執行它 所以經濟學告訴你很多 就是都在分析 都在如果這樣子就那樣子 這樣子就是那樣子 可是告訴你如何去執行呢 我要吃三個蘋果兩根香蕉 那我去哪裡買蘋果 去哪裡買香蕉 這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嗎 對我知道我如果這樣子選的話 那我的效用是幾大化 是最大的 也最符合我的這個 預算的一個使用 但是 請問你去哪裡買香蕉 去哪裡買蘋果 定濟學沒有跟你講這個吧 那管理學呢 管理學重要的 當然你覺得這些理論都非常的簡單 好像沒什麼學問在裡面 但是他告訴你的是 你如何去做對的事情 用對的方法去做對的事情 強調的是什麼 你要做 你要去做 所以管理學要強調的是你去實踐 所以為什麼我強調說 你其實有蠻多的 蠻多的討論在這裡面 就我們要去討論 我們要去買蘋果 去哪裡買蘋果呢 蘋果有幾種 經濟學只有一個蘋果的概念 可是實際上呢 有多少種蘋果 你講得出來有多少種蘋果 有多少種蘋果 有綠蘋果有紅蘋果嗎 不是嗎 對不對 至少人家會這樣講嘛 對有大蘋果有小蘋果嗎 是不是 然後蘋果呢 有從美國來的蘋果 有紐西蘭來的蘋果 有智利來的蘋果 對不對 你至少有這些 你至少有這些概念 這些概念經濟學不會去碰觸到的 可是在企業管理裡面的話呢 你就不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你要知道說 蘋果是有很多種的 那你要去選的話呢 這每一種蘋果 紅蘋果 綠蘋果 大蘋果 小蘋果 美國的蘋果 紐西蘭的蘋果 有什麼差別 是不是 你要在這裡面的話呢 再去做一個更精細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細分 然後你才可以去做出 真正最好的一個抉擇 所以 所謂管理 你會知道說這時候我要做決定的時候 我該怎麼樣來做決定 經濟學已經幫我分析好了 對 已經告訴我們 經濟學告訴我們 好 日本的這個利率不上升 美國的利率呢 可能也不上升 不知道消息出來了沒有 對 我們的總體經濟告訴我們 欸 這個中央銀行 他的這個利率要不要調升的話 對經濟是會有影響的 那我已經知道這個結果 我在商業決策上面 我該如何來選擇呢 我可以擴大投資呢 還是我應該縮減我的投資 這是馬上當下的一個決定 經濟學家不會告訴你 可是你當一個商業家 你當一個企業家 這是你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你馬上能夠下到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一樣 你在農場裡面 這是颱風過後 所有的香蕉倒的倒 是不是 沒有收成掉的掉 然後香蕉的價格大漲了 你當一個農 當做一個膠農 你現在該做什麼事情 趕快去把田裡面清一清 然後再去買新的那個膠苗來種呢 還是 我就不要了 改去種別的 是不是 還是 你這時候 對一個企業家來講 你這時候想的 跟經濟學家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政府官員說 這時候提出來的 我們要做什麼 災損太嚴重了 所以趕快立法 成立農業保險法 這是政府官員說的 那當然他的背後可能有經濟 因為那個副主委是農經系畢業的 是個位的學長 所以他馬上提出這個想法出來 那 這是站在一個學者 一個官員的角度來思考 如果你是農民的話呢 你如何想這件事情 沒有農業保險的時候 沒有農業保險 那政府就來勘災 勘完了 他就 我沒有所謂一個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就根據那個辦法 他可能就給我一些損害賠償 那我要保險的話呢 我事先必須要先繳保險費 今年風調雨順 啥事都沒發生 保險費就像丟到水裡面去 什麼都沒有發生 今年要是損害很嚴重的話呢 那我就賺到了 對不對 好 保險公司要賠我錢 但是保險公司全部賠你嗎 你損害一百萬 保險公司全部賠你一百萬嗎 沒有的 還是有些條款在的 好 所以 你當一個經營者 這些資訊進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所有的新聞在那邊跑 那是他們的事情跟我無關 可是今天當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所謂的農企業家 你是一個農民的時候呢 這些事跟你還沒有關係嗎 關係可大著 是不是 好 這個政策的一個轉變的話呢 對你影響是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是好的 當然我們要站出來排排手 政府真的是得正 那如果是對我們是不好呢 積極一點 我們是不是要出來那個什麼 流行示威對不對 現在非常流行嘛 每次就會出來街頭站 你站這樣子 是不是 要把你的聲音講出來 所以企業館裡面很強調的是你的執行力 是你能不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做出正確的抉擇出來 所以 他的學問 你可以說他沒有什麼很深的學問 很深的道理 重要的是 你從這裡面 你學會了怎麼樣做事 如果你一天到晚覺得 我們政府官員不會做事 大家一天到晚就這樣子在批判 政府官員都是學者出來 都不會做事 因為他們缺了什麼 有經濟學的概念告訴你 你會去算 你會去思考成本的一個概念 你去考慮效率的一個 你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在裡面 但是 沒有管理的一個基礎的話呢 你就不知道你該怎麼樣去做事 包括說農業保險 好 這個概念出來了 我怎麼樣去執行 我的相關配套是什麼 這裡面有很多的細節 就必須用你的管理的知識的話呢 去幫助你做更細緻的一個 更細緻的一個思考 好 所以 包括這裡面我在講說 我們課程裡面其實要蠻多的一個討論 我們有很多的假設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 如果這樣子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做 我不是叫你說你只要去分析 如果這樣子的時候會怎麼樣子 而是如果這樣子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做 我們要如何去因應 這是管理真正的精神所在 好 那管理它可以放在 你可以說反正我以後我也不當什麼企業家 對不對 我就是當一個公務人員 我只要上班就好 好 你就是當一個公務人員 你的主管交代你下來的事情 你如何把它做到一個 你主管會覺得滿意呢 今天如果主管告訴你說 我明天有個 我們 有一個美國的客戶要來台灣參觀 他要來這個 買台灣的農產品 好 美國的客戶要買台灣的 買台灣的這個番石榴 要來買番石榴 好 讓你去安排一下 他們要來台灣買個三天 你安排一下行程 你如何安排 這不是大老闆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小員工做的事情 你如何安排呢 下一次主管再問你 對啊 我交代你 他可能這個 下禮拜 9月29號他要來 今天告訴你 好 9月28號他一定會來問你 他們明天要來的行程 你安排好了嗎 所以 今天9月29號我告訴你 我會在9月28號 我一定會再跟你確認一次 那28號的時候 你如何來報告 這個事情你安排的怎麼樣子 你要怎麼回答 你要怎麼回答 對 我在問你問題了 你要怎麼回答 你從什麼地方開始想 沒有人告訴你說 這樣子如何安排 對不對 可是你的第一個反應 以你們現在年輕人的反應 第一個一定回去做什麼 Google一下對不對 Google一下 安排如何安排訪問行程 是嗎 Google大神真的很神 你為什麼問題他真的都會回答 可是如果這個問題找不到的話呢 你還有誰可以問 你當然不會笨到說去問你的主管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該怎麼做 我的第一步怎麼做 對不對 但是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如果 為什麼說你大學的時候 你要去打工 你要去實習 你要去參加社團 你說好認識一些學長姐 因為你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的經驗 是不是 好 如果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辦過一些活動 你大概知道說 辦活動的一個過程大概是什麼 好 那我們再回來這個 安排去參訪 要來看台灣的這個巴勒的話 你該從何做起 你至少要先知道 對方有哪些人要來吧 什麼樣的一個層級 對 然後他們要搭什麼飛機過來 什麼時候會到桃園機場 你總該要派人到桃園機場去接機吧 然後他們要住在什麼地方 然後要去看哪一些巴勒園 你是不是要先聯絡好 哪一些台灣的巴勒園是值得參考的 當然他要透過我們來採購的話 我們主要的供應商在什麼地方 我是不是要先跟這些供應商 先去跟他聯繫好 什麼時候我會帶他們來看這些 看這些這個巴勒園 所以這些是不是都是你必須要去洽談好的 然後過程裡面呢 他們在台灣參訪的這三天呢 誰應該全程陪著 還是你就讓他們自己開著計程車 坐著計程車 我幫你都設定好了 Uber幫你設好了 你就到每個站子去坐計程車去嗎 不是吧 然後包括他們吃飯 是不是你都幫他們打點好 當然如果他們 因為他們是客戶 我們就要做到這樣子 在我們學術上的話 有時候我們大概會不會有關係 因為他們很獨立 他們要去參訪 我大概幫他安排好 然後 這個我不用陪同 他們自己去也都OK 可是這是客戶 所以我當然要給他們高規格的一個接待 我需要有人去陪伴他 所以當你9月28號你的主管來問你 你現在安排的怎麼樣呢 對 你要告訴他 有哪些人來 什麼樣的層級 什麼樣的名字 幾點鐘的飛機到桃園機場 已經派了誰去接機 晚上下榻在什麼地方 第一餐晚餐在什麼地方 飯營宴在什麼地方吃 吃了第二天都會到公司來拜訪 董事長你要出來接待 要做公司的簡報 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準備什麼樣的紀念品 要送什麼樣的紀念品 接下來我們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去 這些你不是應該通通都講好嗎 所以你要報告的是這一系列 你不是只是跟你 如果你只是告訴這個董事長說 報告董事長 他們什麼時候飛機到 沒有了 你大概就幹不下去了 所以這是所謂的做事 這樣叫所謂的做事 所以你說我只是一個小職員 我又不是大企業家 我不需要懂得做事 那你如果是只是做前面那一段 我只幫董事長確認一下 他們是誰誰誰 他們坐幾點飛機到 這樣就結束的話 一輩子你永遠不要想要升官 你也不用加新的機會 因為你的做事能力 明顯你就是差了非常的多 所以不要覺得管理沒什麼學問 確實沒什麼學問 重要的是呢 你會不會把你學到這些管理的知識的話 你真的運用在做事上面 經濟學沒有告訴你怎樣做事 管理學告訴你如何去做事 怎麼樣子開始去做事 這是在管理學裡面要傳遞給大家的 好嗎 好 好 那回來講這個 農業的重要性 農業中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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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寫了幾個 好 我寫第一個 農業是食品之母 這大家不否認吧 尤其在前兩年我們的食安問題 一再爆發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反應就在想 我們應該要去作源 我們應該要最安全的農業生產 因為沒有安全的農產品 就沒有安全的食品 所以農業為食品之母 對 農業最開始 大概 所有你農業 農業所有的農產品 大概就是用在什麼 食物上面 用在衣服上面 用在飼料上面 從飼料再轉手 經過動物的話呢 再轉成食物還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他還是跟我們的 基本的民生的話呢 是直接最相關的 所以在食品上 大家很清楚知道 沒有良好的農業 農產品 當然就沒有食品 但是現在我們就把它提升到什麼 所謂農業觀光的部分 或者大家在講 所謂休閒農業的這個部分 在我們觀光產業 這陸客不來的問題呢 大家也都非常擔心 我們撇開那一塊 我們有沒有可能 有所謂的 南海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是除了陸客那一塊 我們是不是可以 用農業的話呢 去開發一個新南海 觀光產業的一個新南海 這不是我們在講而已 包括聯合國 他都會把農業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作是一個扶貧計畫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當作扶貧計畫裡面很重要工具 約是落後的一個國家的話呢 聯合國他更積極的去 輔導這些國家 用他們特有的農產品 用他們當地特殊的這個 當地的一個材料 食材的話呢 去發展當作基礎 當他們觀光產業的一個基礎 所以農業 這個農業觀光的話呢 基本上 確實是聯合國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推展的一個 扶貧的一個手段 在農業裡面 當然我剛剛講到了 每個地方都有特殊的農產品 我們都會強調 譬如說講到角白筍 講到角白筍 南投就會說 我們的角白筍叫什麼 美人腿 是不是 因為白白嫩嫩的 所以他們叫美人腿 他說這個 要吃這個角白筍的話呢 一定要吃我們 吃我們到我們的埔里的 到埔里裡面來吃 然後這個 其實宜蘭交系他們也種角白筍 那這個時候這個 所謂美人腿已經被這個埔里搶走了 所以宜蘭交系種的這個角白筍的話呢 他就必須要強調什麼 交系 對 他就說我們的這個是美人腿 是洗溫泉出來的 可以媲美養貴妃 對吧 所以 這每一個地方 他當的農產品 有些是特殊的 他只能在那個地方生產 那或者是因為他地理環境的特殊性 所以他種出來的農產品 有一個特殊的不同的一個地方 這些都是我們講 只有當地 只有當地的農民他們知道 所以這就發展出來 所謂傳統美食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重點 所有的觀光不是就是跟吃連接在一起嗎 你出去玩的時候 一定就是要吃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要吃什麼 吃當地的 你到山上去 你要吃山菜 你到海邊去 你說要吃海菜 對 到每個地方去 你就是要去品嘗當地的一個美食 好 然後這裡面農業給我們很多的體驗的一個活動 在這個體驗過程裡面的話 他也創造了很多的經濟價值出來 好 所以是 以前這個人家就講 到紐西蘭去一定會去做什麼 去看羊毛秀 剪羊毛秀對不對 現在清淨農場也有啊 好 然後你去看這個剪羊毛秀呢 看秀的時候 譬如說清淨農場的那個清清草原進去 你是付門票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表演 好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體驗呢 讓你來剪兩刀的羊毛呢 體驗不是不用剪的 因為我要教你怎麼剪 對不對 你如果剪壞的話呢 這張羊皮就壞掉了 好 所以讓你來體驗的話呢 還要收錢的 就像這個每年四五月的時候 我們都會到陽明山到竹子湖去採海域 是不是 好 採海域也是要錢的 你去體驗一下 穿著青蛙裝 然後到這個田裡面的話 去採海域 農民就會在旁邊偷笑 你們這些都市來的 這些都市熟 沒有體驗過農村 還花錢幫我採海域 幫我採水果 還採得那麼高興 體驗 所以當開始最早推體驗的時候 農民都還覺得 在那邊偷偷的竊相說 這些都市人真的好奇怪喔 願意花錢到鄉下來做這種 我們每天都在做的這種 勞動工作 體驗 可是大家覺得 好享受喔 不是嗎 好 這是在農業 在農業附加價值的 新增加的這個部分 說最基本的 它是我們食物 它是我們衣服的一個原料 好 可是當你把這個所謂的體驗 把那所謂的傳統美食 把它加上來的時候呢 它的整個經濟價值 其實是增加非常多的 那在觀光裡面 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在那邊吃喝玩樂之後 你總還想要帶一些東西回來 對不對 帶一些紀念品回來 至少要拍一張照片吧 對不對 那那種簡單的照片 就沒有意義了 通常都要拍什麼照 你就要努力的去想 拍什麼樣的照片 對不對 你在鐵軌上躺在一排 拍照片也挺過癮的 是不是 或者 你在那邊 在那邊做麻糬 你在那邊做 在那邊割道 在那邊插秧 是不是你都覺得這種照片 貼上你的Facebook去的話 好酷喔好炫喔 是不是 好 好 那照片那就算了 好 人家只是看到照片 會覺得說 這還不夠 這種感覺還不夠深 還要什麼 你一定把你做的麻糬帶回來 對不對 大家吃一口 這個麻糬是我做的 不管好吃不好吃 你都得把它吞下去 是不是 好 所以 具體的記憶是什麼 除了照片以外 有形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 伴手禮的一個概念 那這些呢 都是在農業觀光裡面 我們可以去創造出來的一部分 好 這是我們現在談更多的 談更多的 除了安全的農產品之外 我們談更多的是農業觀光的一部分 好 接下來呢 跟我們現在流行的所謂的文創產業加在一起 好 你要做文創 那文創在哪裡 農業沒有文化嗎 農業有沒有文化 我們寫在這裡了 農為邦本 都要拍一下 農為邦本 金輪集市 每個國家大概都是什麼 都是從農業開始的 所以 產業基本上 剛講 你的食品你要安全 當然最好 你們自己家生產的是最安全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必須 維持一適量的 稻米豬肉蔬菜的生產 然後 我們剛講 如果有觀光的話 如果有觀光 我們還有農業觀光的這個部分 至少在我們的整個觀光產業 除了阿里山日月潭之外 我們還有所謂的非常特殊的這個 休閒農場觀光農場的話 可以吸引一些背包客 一些自由行的旅客 到台灣來觀光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文化 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一個部分 好 我們常常講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的基礎 中華民族的中華文化的基礎 還是以農曆國 還是以農業 可是這個農業呢 是稻米 是稻米 好 因為中國人主要的 這個主食還是稻米 好 所以這裡面衍生出來的是說 稻米文化 包括我們過的每一個節日 是不是都是吃稻米 以稻米 衍生出來的食品 過年吃年糕 端午節吃粽子 中秋節還是吃的是吃月餅 用的是這個麥 好 然後這個 比如說 年底的時候 辣巴要吃辣巴粥 好 然後小孩子出生的時候做的那些什麼櫃啊 古櫃什麼櫃 這些都是什麼 都還是跟米食有關係的 所以在我們農村文化裡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 就是 就是以這個農業為基礎的這樣的一個文化 所以 如何把這些 既有的這些文化跟我們農產品把它充分的做一個結合 這就是所謂文創產業的一個開端 你必須要先有文化才有所謂創新的一個部分 所以台灣大學這個 台藝大的這個林榮泰教授 他就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句話 文化是過去式 產業是現在式 創意是未來式 好 所以你必須要先有文化為當作基底 你必須要農業的存在 你當然你可以有工業的文創 你可以有商業的文創產品 農業其實也是文創產業的一部分 然後再把我們的創意加進來 創意你要走在什麼 走在現在的這個 現在我們的觀念的前端 那才叫做創意 所以它是一個未來式 所以如果你沒有文化基礎 如果你沒有產業基礎的話 你光是有創意呢 它是不會持久的 所以你必須要 你必須先要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在這個地方 還要有把我們的這個農業產業的話呢 把它建築 好 好 好 最後一個重要性我講 它是全球化的一個避震器 好 因為全球化呢 基本上 所有的世界就是你的市場 所有全球都是你的產地 這是我面臨最大衝擊的部分 哪個地方的工資便宜 你產業就 企業 製造業就往那個地方去 你買的東西呢 都不是台灣製造了 好 即使你看到這個品牌 你的這個品牌 你說你的這個Nike 是美國的品牌 它在哪裡製造 它可能台灣製造 它也可能是大陸製造 好 它都原來的這個品牌 跟它的製造 然後市場都已經是脫節了 這是所謂全球化 好 所以面對全球化的時候 所謂的科技產業都是 台灣的科技產業其實都是在代工 所以它賺的其實都是唯利 有大家都在那邊算 這個所謂的蘋果供應業 一個蘋果手機賣那麼多 賣了這個幾萬塊 可是呢台積電 大力光 這些提供這個主機板的 提供這個鏡頭的 他們才賺多少錢 都是代工 非常的唯利 但是 你想不到更好 因為你沒有什麼 你沒有創意啊 是不是 你沒有那個iOS的系統啊 你沒有那個手機設計 你沒有那些 你沒辦法去開發 那些有趣的APP出來啊 你沒有這樣的一個創意啊 所以你當然做什麼 人家設計好 交給你去做代工 所以 這是不得不的一個結果 那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 這樣的一個唯利的話呢 如何把台灣的經濟 再把它帶升上來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要做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要加 像現在要加TPP 對不對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加入這個 什麼 這個 阿森 東南亞國協 好 我們希望 特別是我們希望能夠 加入這個TPP去 換太平亞的夥伴組織裡面去 台灣一定要走出去嗎 每一次走出去 我們都要有代價的 你要去跟人家談判 你要有籌碼 你一定要犧牲一些東西 才能夠換到 所謂那個門票 那我們的籌碼是什麼 通常都是農業 對不對 通常都是農業 所以我們 大家就前面 之前都有聽到的 我們是不是要開放美豬 那個有加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來 我們已經開放了 萊克多巴胺的美牛進來了 我們是要繼續開放 用這個來換 可是用這個可以換多少東西呢 用這個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我們可以換多少東西進來 這是我們必須要考量的 可是我剛剛講過的 農業的這個 農業剛剛我們講到的 所謂的觀光農業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讓世界走進來呢 台灣確實要走出去 我們不可能在這邊固步自封 我們不要做鎖國 我們確實要跟更多的國家 來做貿易 來增加台灣的這個 增加我們的GDP 但是除了走出去之外 難道不能讓其他人走進來嗎 世界不能走進來嗎 特別是在觀光 觀光休閒的那一塊 用我們的農業的多功能性的話呢 我們可能吸引更多的人 進到這個 進到台灣 台灣的特殊性在哪裡 就講一講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不要去講 我們不要去講 五千年的文化 至少我們講四百年吧 至少我們講四百年 從開始 有人在更早之前我們不知道 但是可以 可以有紀錄的 至少有人到這邊來開 可能這樣一個紀錄 大概有四百年時間 這四百年有哪一些文化 在這邊停留過 從最開始的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河南人 對不對 到日本人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的 還有包括我們最開始的原住民 不是嗎 他們可能代表的是所謂南島文化的 那一個部分 裡面還有很多還可以再去探究的一個部分 這些 不都是台灣的文化基礎嗎 這是台灣 其實就看台灣的這個農業耕耘的一個技術的話 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說我們講加南大軍 其實他是日本人幹的 這裡面就反映了很多的 日本的這個文化在裡面 那我們不用去反駁我們的過去 這些過去事實上就我們剛剛講的 他是過去事實 他已經發生了 既然已經發生我們當然承認他 但是在那樣的基礎之下 我們到底現在建構的產業是什麼樣子 如何在這個既有的產業上面 在現在這個產業上面再去發揚光大 這才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灣本身就已經有很豐富的文化 然後我們的農業呢 在這個目前在台灣現在整個產業架構上 我們很自豪的那個所謂的科技產業 現在是代工的這樣的一個威力 那他當然牽涉到他也用了我們很多資源 很多人批評農業種水到用了太多水 科技產業就不用水不用電嗎 他也用很多啊 他也污染啊 但是大家都避而不談 除了那一塊之外 以我們農學院的同學 以我們農經系的同學來講 我們當然要自立自強 我們要講我們農業的重要性 在這裡面 幫大家做了四項的一個整理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要先看中我們自己的一個部分 所以農系業管理 我們希望不同的角度來看農業 我們希望把農業變成一個產業 它變成是將來的什麼 真正有一個價值的一個 能夠開放更 創造更多價值的文化產業的裡面的一部分 就是前面用這兩頁PowerPoint的話呢 跟大家來分享 農業的重要性 也希望大家能夠先肯定農經系的重要性 肯定我們農學院的一個重要性 肯定農位幫本 進輪計是它的一個重要性 關於農業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我做了這個農業供應鏈的這樣的一個圖 那這個圖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農業生產的話 在生產要素的這個部分 一般我們講的土地、勞動、資本、管理技術 然後田間生產強調的農林漁木 農業是一個大範圍的一個名詞 那真正的農業細分的話呢 當然就分為農林漁木 農在田裡面的作物 包括這個穀物、蔬菜、水果、花卉、香料、植物 這些通通是屬於農作物的部分 那林產品的話呢 當然就是樹林 然後漁產品、養殖 包括裡面包括這個水產 養殖的部分呢 還有海洋裡面、河流裡面的 這個都算是在漁產品裡面 但是真的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人工養殖的部分嘛 是真的有農業投入的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續產品 那我都把它歸類到田中生產 因為它都需要是有土地的 都是需要有土地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遠洋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我就不去碰觸它 因為它不是我們真的在生產的 那這些生產完之後呢 是不是都需要所謂的這個運銷的一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農產品的話呢 即使是像稻米的話 是不是還是要至少要脫殼去康 然後才會變成我們一般吃的這個白米 然後還要再把它到超市裡面去的話呢 我們會把它做成小包裝 或者是在這個賣米的這個米店的話呢 它可能是用現在比較流行的 就是它還是用這個稻穀在收藏 然後消費者要買的時候呢 它在現場幫你做這個去殼 拓糠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很多的農產品 基本上呢 是不是 本來農產品生產出來就是有大小 有差異 顏色的差異 品質的差異 這個口味 這個甜度的一個差異 所以當然分析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不像說所謂的工業產品出來 它都長一樣的 你的所有iPhone出來 它都長那樣子 可是農產品的話呢 不是 然後我們都要包裝 可能還要做一些加工 比如我剛剛講的那個 所謂的這個去殼 脫糠 魚的話呢 可能要去磷 然後要去塞 把它的內臟拿掉 雞的話呢 你要屠宰 這些都是屬於加工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大概都有運輸吧 因為我們的生產地 跟我們的消費地 事實上都有一段距離的 不可能在台北市看到有人養雞吧 沒有在台北市 也沒有養豬的吧 即使你想養的話 大概你的零基於也不允許你這樣子做 因為那個空氣造成的這個味道的話 還有它的排泄物的處理 這都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農業生產跟消費地的話呢 事實上都有一段很大的一個距離 所以都需要運輸 然後還有儲藏 因為你不是說 當天的這個農產品的話呢 當天都會消費掉 像你現在吃的蘋果 你覺得你現在在市場上吃的蘋果 大概是什麼時候生產的 蘋果什麼時候 蘋果的產季是什麼時候 蘋果的產季是什麼時候 大概這個時候啦 也差不多啦 因為它是所謂的落葉果樹 所以它會在秋天的時候先落葉 春天的時候開花 然後大概到秋天的時候結果 所以這時候來採收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當季的蘋果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它什麼時候的 當然如果南半球來的應該有可能 就南半球的話 如果是南半球來的 你現在吃到的時候 是紐西蘭的 是這個支地的蘋果 那很可能它都是什麼時候了 上半年的對不對 所以它已經有一個很長的 很長的儲存的一個時間 我記得好多年以前 那我就到這個山東 到山東的萊陽 然後去看他們的蘋果的生產基地 因為以前我們讀歷史的時候 讀地理的時候 就知道山東 大陸山東的話 什麼寂寞的葡萄 萊陽的蘋果 這我們有熟能詳的這個 所以到萊陽去的時候 我就特別感動 然後我就去看他們的蘋果 然後他就蓋了很大的那個儲存室 在那個地方 我說你蘋果不要賣嗎 幹嘛蓋那麼大的儲存室 他說不要啊 我把蘋果儲存起來啊 等到這個 就現在是盛產期 說我現在賣到市場去的話 價格不好啊 我先把它儲存起來 等到這個沒有蘋果的時候 我蘋果才上市這樣子 所以他就有很大很大的儲存庫 在這樣 在那個地方 然後 我去南京看他們這個批發市場的時候 他這一大卡車 一大卡車的這個車子 從新疆開來的 在了鄉裡 比較像新疆開到南京 那幾千公里的路程 那一大卡車上面 一箱一箱的那個 新疆最有名的鄉裡 然後 跟我們台灣的這個批發市場就不一樣 我們台灣批發市場就強調說 我們有很好的冷藏設備 我們有儲存的設備冷藏 所以東西都放在裡面 那 就是他說 那你們這些 到老遠運來的這東西都不用儲存嗎 他說不用啊 我今天就會賣完 所以我到老遠運來了 今天就會賣完了 所以不用儲存 所以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他的這個農業的整個經營的型態 事實上都跟我們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 多去考察 多去研究的話 其實對我們自己的想法也有很多幫助 好 那 請問大家 農業經濟在研究什麼 農業經濟的研究範疇在哪裡 包括生存系 我們研究範疇在哪裡 我們也不研究怎麼樣子育種對不對 我們也不研究這個 這個 豬的品種改良 這些我們都不研究 我們也不到田裡面工作吧 我們也沒有 所以請問我們在這個農業供應業我們算什麼 我們在哪裡 以前有人問我說農經系讀什麼 我就說 這個 農業系的話 看到田裡面通通是滿滿的水稻 他們就很高興了 農經系看到的是那個滿滿的水稻 通通變成錢 滿地的這個黃金的話 農經系就看那個而已 所以我們要看的當然就是 我們看的是在哪裡 後面行銷 我們強調的是我們要把它賣掉 所以我們強調要把它賣掉 你沒有賣掉的話 你光是生產 那它就沒有意義 那是在技術層面 所以過去講的農業可能都是在前段 在那個生產強調你的技術怎麼好 你的這個品種怎麼樣的好 怎麼樣的一直不斷有新產品出來 它怎麼樣看病 看這個抗水 看汗 看這些東西 可是真正要銷售的一個部分的話 這是農經系 生產系 我們比較重要的一個課題 在這個地方 可是後面呢 做成食品 做成餐 做餐 做成餐廳 做這個健康 做美容 做休閒呢 休閒先不要去管他 這些食品呢 這些餐飲 健康食品 美容用品 這些算什麼 這些不叫農業 這些叫製造業對不對 好 就以前我們都說農業是一級產業 因為我們生產原料 然後就去給這個製造業去生產 所以我們叫一級產業 好 然後如果你是一級產業的話 從這個供應鏈下面來看 大家知道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來講 每一次的加工處理 都有附加價值產生對不對 都有附加價值 所以你從最開始土地 然後你種上農作物 加上你的勞動力 生產出農產品 這時候已經有價值了 水稻已經有價值了 對 水稻把它做成百米的時候呢 因為你有加工處理 你有運輸 你有儲存 你又再加上一些 運輸的一個利潤在裡面 好 可是你賣到餐廳去的時候呢 餐廳說我有服務 是不是 我有幫你 我幫你煮成份 我幫你端到這個 端到你的這個桌子前面去 放到你的前面給你吃這樣子 所以有服務在裡面 所以這個附加價值 通通跑出來 那這裡面後半段的話呢 我們說那個叫 不叫農業 是不是 農業就叫一級產業 所以就在 至少在運銷那個地方 就把它切斷了 後面都不是 可是剛剛最開始我在講農業的重要性的部分 我講到說農業它其實是可以是全球化的一個避震器 它可以是我們創產業的一部分 它可以是我們觀光的一部分 觀光的新南海的一部分 那一些都在哪裡 都在後面 對不對都在那個後面 那 如果我們不把它包進來 屬於我們農業的範疇裡面的話呢 那我們永遠講說農業叫一級產業 我們永遠停留在所謂的田間生產那一個部分 停留在所謂運銷的那一個部分呢 農業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不是嗎 整個農業的產業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講農業的話呢 我們不需要自己去切割 或者在政府的統計裡面 他說後面這一段叫做製造業 這個叫餐飲服務業 它不叫農業 但是我們自己是可以把它串連在一起的 我們要做 這是我的商業 這是我的商業模式 我要從頭做到尾可不可以 當然是可以 當然是可以 所以你要做到前端 好吧後面我不管了 我覺得後面風險比較大 我不管我只要做到這邊 我把水稻賣了 後面的這個糧商怎麼處理它的事情 OK 那你就是賺到前面是什麼 生產的那個利潤 好那我說我做多一點 我做到運輸包裝 我做到後面這一塊 那我就加上運輸的利潤進來 那我再多多一點呢 我再多多一點的話 我是不是在把後面的這些 所有的相關的服務的利潤 我把我說光光的這些利潤的話 我通通都加進來 好所以 今天站在一個個人經營的一個角度上 你要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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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切割 政府說這個地方叫做 這個地方叫餐飲服務業 這個叫食品加工業 跟農業沒有關係 那是政府說的 可是你從自己一個 企業家經營的角度來講 你在農業經營的範疇有多大 你可以把整個供應鏈通通都涵蓋 是不是 好所以 今天如果再回來講這個農經的話呢 你不能告訴我說農經指到哪裡 你不能講說農經的研究範圍指到哪裡 我在研究水稻 我在研究豬 我在研究牛 你要說你在研究什麼 我在研究豬肉 我在研究牛肉 對不對 好所以你在研究葡萄呢 還是你在研究葡萄酒 你是停留在葡萄呢 還是你在做葡萄酒 在做紅酒 你要做葡萄酒 對不對 你不能只停留我在做葡萄 你在怎麼樣做的大顆的葡萄 跟一瓶葡萄酒的價值來講 這個這一串葡萄 你在再貴再貴 你賣到這一斤 賣到一千塊 這瓶葡萄酒 可以賣多少錢 絕對是可以 超乎你想像的那樣的一個高價值 所以站在一個個別的 個別的一個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講 你要把這個供應鏈的話呢 你要全部把它涵蓋進來 政府不講這一個 那是政府的事情 我們剛才講企業管理 還是在我們的個人的經營角度上面 那當然 如果要把它講得比較有一點社會價值的話呢 我們常常喜歡講農業有所謂的三生 一個是生產 中間那一串的話當然是生產的一個部分 再來是生活 再來是生態 這是所謂的三生 農業的這個三生的一個概念 生產 生活 生態 那生活 現在我們大概講 大概是休閒的一個部分 自然教育 食農教育 這是現在大家在主推的 森林系的話呢 他們就強調他們要去做所謂的自然教育的一個部分 因為好像在中小學的這個教材裡面的話呢 有所謂的自然教育 所以要去取得這樣的一個認證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觀光導覽 那當然最重要的農業的一個生態 因為有農業的一個存在 至少你可以看到這個生態是綠色的 你可以看到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放出來的一個氧氣可以淨化我們的空氣 是不是 然後我們常常講我們的水田呢 可以涵養水 因為所有的地下這個雨下下來 如果沒有水田來吸收來吸納的話 這些水可能就會滲到土裡面去 最後流到河川 然後呢又再回歸到這個大海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永遠沒有足夠的這個地下水的話呢 可以存留下來 所以我們講說水田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但是反對者呢又說我們用了太多水 可是你想一想 如果不是水稻田有這個蓄水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包括水稻田有人去做分析 這個水稻田因為它有蓄水的功能 然後因為有植物生長 事實上它是有降溫的效果 它是有降溫的效果 你可以去嘗試看看你們家旁邊種一棵大樹 它的效果絕對比你放一個冷氣劑的話呢 這個降溫的效果是好的非常的多的 這是農業的所謂的三生的一個功能 後面這個地方在生活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我們現在一直在強調的 特別在這個觀光的這個議題之外的話呢 我們覺得教育是我們可以在我們的這個農業的供應鏈裡面 再把它加強的一部分 好 那這張圖我很喜歡的圖 我們常常講 大概從你進來到現在吧 都講農事農業是很弱勢的產業對不對 講農業是很弱勢 所以我們需要政府的補助 我們需要怎樣在那講了很多 那為什麼它是弱勢 因為每一個農民耕作的面積是很小的 平均耕作面積 我們把所有的土地除上我們的農民數的話 算下來 一個人一個農民他耕作的面積大概就是一公頃 所以一公頃當然就非常小的一個面積 一公頃注意養活一個人一個家庭嗎 好 如果一個人種的話呢 我們看下面的這個部分 一個人種的話呢 他就生產那一推車的這樣的一個農產品 因為生產規模小 一個人能力只能生產這麼多 好所以你這麼一小量的一個產量 你到市場去你跟人家怎麼談判 因為你生產太少了嘛對不對 好 那我要買的是非常大量 你就是非常小量 所以你跟我如何溢價 那買方是非常多的話 那就覺得你東西也沒什麼特色 然後我可能是要買十個 我要買十個推車 你就那一個推車 那我去找那個有十個推車 不是更容易談價 你只要一個 那我要找另外九個人 才能把我那十個卡小推車的量湊齊 對我來講也很不方便 所以我當然先去找 可以供得我騎十個推車的這樣的一個供應商 對你來講 我湊不齊的時候我才會找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去跟人家談的時候 你碰到的是什麼 牛鬼蛇神對不對 人家是拿刀砍你的 可是當你團結在一起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農夫團結在一起 五個農夫團結在一起 這五個農夫裡面 有兩個在播種的 有兩個在那個產地的 對不對 有一個在那邊幹什麼的 就至少有三個工作是不是 五個人去分配了三個工作 但是他們種出來的產量呢 或許這是不經意畫出來的 五個人種出來的量呢 是五份的卡車 五個小推車的量 或許他是不經意這樣畫 因為這樣畫比較好看 但是事實上呢 從經濟學角度是不是告訴我們 你擴大經營規模的話 是不是更有效率 你的產量是會增加的 因為你更有經營的效率 所以你可能生產出來 五個人可能生產出來的是什麼 六個卡車是不是 當你六個卡車的時候呢 你會找誰去談判 你可以請一個專業經理人去談判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企業的規模 所以你去談判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專業經理人來談判 農經系的畢業生你在哪裡 這裡面哪一個是你 你會是那一個吧 不是戴墨鏡那一個 你不用當墨鏡的那一個 你看是另外這一個 所以基本上為什麼我說 你需要有這個契約管理的一個概念 你要去代表這些農民去幫他們談判 去幫他們談更好的一個價錢 對不對 所以當你是一個農民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難去談價錢的 除非你的東西很特殊 非常的一個特殊 可是當你有足夠的量大的時候呢 把企業經營的概念放進來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專業的經理人 你不需要穿著農夫的工作服 去跟人家談判是不是 你也可以是西裝必行的去跟人家談判 OK 好 所以這裡面告訴你 你要真的有 具有談判的力量 你必須量大 但我們現在有很多所謂的小農 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的企業 很多的餐廳都會講說 我是跟小農合作 我是找小農合作 然後我的產品的話呢 有小農保證 很多的小農呢 他也喜歡自己去經營他的Facebook 然後他就說 我是跟消費者直接接觸 一個小農 你在怎麼樣做 你永遠是什麼 你永遠就是上面那個小農 或許你現在可以比較好了 你可以直接跟消費者接觸 你可以跟消費者接觸 但是你在做 你在做這個宅配的這個過程 你跟消費者直接接觸的時候呢 你同樣要面對的是什麼 你還是一樣要去面對不理性的消費者 你還是要去做克服的問題 不是嗎 可是我如果是很會生產 我的能力就是很會生產 我就做什麼 我好好生產就好嘛 其他的所有事情呢 就給農經系的專業對不對 好 這麼多農經系畢業生 就交給他們去處理就好了 所以整個農學院其實也是這個縮影 農學院裡面有什麼 動科園藝 園藝 農藝 是不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昆蟲啊 什麼 那些其實他們都是在所謂的前端的那個部分 對不對 那農經跟生產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去做那個角色 我們就是要做那個角色的 這樣有沒有傷害到其他系的同學 不會啦 因為其他系的同學來修這個課之後 你也會變成那一個 好 這幾張照片大家看一下 這叫農業還是叫農企業 農業跟農企業有什麼差別 你會說這個叫什麼 農業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他好low 對不對 他用人工在那邊種 他用了好多人 是不是 一點科技都沒有在裡面 是不是 用了太多人 你會覺得這個叫農業 我們印象中所謂的傳統農業 你每次看到的 老師又告訴你的是什麼 農業人口老化 耕作面積太小 對不對 單位產量太低 農民所得收入太小 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老化 他還滿年輕的嘛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一張呢 你就會說他農企業對不對 你會覺得他是農企業 為什麼 因為相對剛剛那張 哇那個大的那個藝影機出來了 都是大的機器設施 是不是 好多的機械在這邊 所以你說這叫農企業 你是不是這樣覺得 是嗎 所以農企業就要什麼 規模大 要有機械化 都沒看到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所有的農業都是 都是這樣子 台灣的農業都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不是製造更多人事業嗎 那小農都到哪裡去了 你現在不用想 我畢業之後呢 我就去租一塊土地 然後我就做個小農 然後我就用Facebook 就像那個謝建民一樣 那個建建民這樣 自己來經營一公頃的這個 稻米 我也可以變成很知名的小農 其實沒有這個機會啦 因為這樣農企業啊 他很快的就會把這些小農 全部吸收光 全部的土地全部吸收光了 小農是不會存在的 因為你永遠打不過這些 這些所用技術大規模生產的 這個不見得他就說農企業 他只是他是什麼 企業化生產 企業化的 大規模的 大規模的一個生產 他不代表農企業 他不代表農企業 這張照片你又看到的呢 左邊那一張 一般的市場對不對 他的東西沒有分級 他把一堆農產品全部放在一起 他也不強調包裝 也不強調分級 他可能究竟 在他們家的土地的附近 在農場附近的話呢 就這樣販賣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產地的一個市場 裡面販賣 然後右邊這一張呢 一看你就知道他可能是什麼 在超市裡面 他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整理 對你會覺得說 他的產品應該會比較好 是不是 他有品質有經過篩選 看起來比較乾淨 那個隔壁賣的是大媽 右邊這邊呢 西施在賣對不對 所以你也購買的意願 會比較高一點 好所以農業跟農企業的差別 又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一個銷售方式出現 我們覺得那樣的銷售方式 絕對不是很好的銷售方式 要這樣的銷售方式出現 因為你的作業鏈都是什麼 所以農業跟農企業的差別 不在於你是不是大規模 不在於你是不是有機械化生產 在於的是什麼 你要不要賺錢 今天你是企業 今天你是企業 所以農企業基本上呢 我們是企業 企業 企業 企業講的就是要賺錢 你看它的定義 一個組織 我們要提供 我們要提供 我們提供產品 或服務賣給消費者 我的目的呢 是要獲利 或profit 我要賺錢 我要有利潤 但是你要有利潤的前提是 你東西要能夠賣的出去 所以你賣的 不管你賣的是有型的商品 無型的服務 都必須要能夠滿足什麼 社會的需求 消費者的需求 OK 好 最重要的 你說你是企業 不管你什麼企業 今天你只要講你是企業 你的著眼點 你就是要什麼 你要賺錢 然後你要賺錢的話呢 你必須要組織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地方 我們就看到是一個組織 它是一個組織 在組織裡面 必須 你要去生產產品出來 所以你有生產要素 我們剛剛講過 在農業生產要素 大概土地 自然資源 勞動力 資本 資訊 管理 管理能力 管理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用的是 這是entrepreneurship 企業家精神 有這樣的一個意思在裡面 好 那entrepreneur呢 他是一個企業家 企業家是什麼 他必須要risk 他的時間 他的能力 跟他的錢 去 去經營一個企業 好 所以一個企業家 為什麼要強調管理的概念 為什麼要去強調企業家 這裡面很重要的 你要risk 你要承擔風險 也就是說 你要去 你 你把你的時間投進去 你把你的錢投進去 都不表示 你一定會賺錢 OK 好 所以但是前提你必須要什麼 你還蠻愛賺錢的 你還蠻愛賺錢的 好 但是 你要賺錢 你就要先要把什麼 你所有個人的資源都投進去 你都要投進去 投進去 並不表示你一定 一定 獲利 不表示你一定獲利 你要獲利的話呢 就在乎在哪裡 entrepreneurship 你有沒有那個管理的能力 你有沒有那個管理的能力 好 好 所以利潤 profit 不表示你有正的profit 因為你的revenue 可能跟你的expenses 是一樣的 甚至你的expenses 是超過你的revenue 所以你是付的 你根本就沒有賺錢 你還賠錢 好 所以這裡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profit 利潤的概念 再來呢 你要面對的 在這個組織裡面 因為你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所以你在經營這個business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跟你這個企業有關係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裡面包括你的員工 你的顧客 你的供應商 這個社會裡面的每一個族群 這個society裡面每一個 他們都是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所以當你獲利的時候 當你獲利的時候呢 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就受害了 對 profit是你在賺 但是呢 所有的廢氣都排在空氣裡面 別人在吸 你的土地的經營 所有的廢水呢 都是其他人跟你分享了 你在賺錢 可是別人在分享 在分攤你這些污染 好 所以利害關係人 你在這個business裡面 你自己算到你的利潤 可是有一些無形的成本呢 影響到你的利害關係人 你可能都沒有想到 好 所以這個主題牽扯到的就是 我們在下一個主題要去講的 所謂的這個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的這個倫理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去更周全的考量 你賺錢沒有關係 因為你賺錢 你提供了工作機會 然後你也滿足了消費者的需要 所以這是正面的 這是好的 可是你有一些無形的成本的話呢 你去污染這個環境 你去破壞了這個society的話 這個社會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應該怎麼樣子來回饋 好 所以這是利害關係人的概念 那商品呢 有所謂的有型商品 五型的服務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商品 你的商品 基本呢 你可以天馬行空的 做很多的產品出來 可是不要忘記的 你的所有產品呢 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好 那我們的需求 我們在這邊是用need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用到wants needs跟wants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一個是需要 一個叫需求 一個需要 需要是你一定要的 必須的 那wants呢 你不需要 但是你很想要 對不對 好 所以 農產品呢 飯 是你的必要 但是一碗五百塊的飯 那叫炫耀 對不對 好 那個叫 那個是創造出來的 那不是你要的 所以行銷 基本上就是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創造 創造你的欲望 好 所以 我對農企業的解讀 我對農企業的解讀 不是那樣子 剛剛你看到 一定要有設施 要大規模生產 它背後是一家公司 不見得是那樣的一個方式 我強調的一個企業 我強調一個農企業 剛剛我對企業的一個解釋 你要什麼 你要有獲利的概念 你要獲得利潤的 你的產品是符合消費者的 所以你種的水稻呢 消費者現在喜歡吃月光米 你就應該去生產月光米 對 你不要繼續再去生產 這個再來米 你應該去生產消費者需要的 可是 在過去的農業呢 其實我們常常生產的是什麼 我就會種這個 我就種這個 完全不關於消費者的一個需要 我種什麼 我就硬推給消費者 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但是 企業經營的角度不是這樣子 你必須考量它的需要 那你的利潤的考量你需要 然後 你去從事農業的話呢 剛剛已經講過 你是一個企業家 你就必須要知道 你必須承擔風險 你必須承擔風險 所以包括天然災害這樣的一個風險 你對一個農企業經營者 你都必須要有什麼 因應的一個對策 所以 當然我們現在講 農業保險 對經營者來講 一個真的有企業經營裡面的一個農民來講 這是對的 他必須自己去承擔這樣的一個風險 你不能說 我永遠是身手說 政府會給我補足 不是這樣子 所以 農企業 你說今天我是農企業 我是個人 可不可以是一個農企業 可以啊 只要你今天務農的目的是什麼 我是要獲得利潤 對不對 我要獲得利潤 但是你獲得利潤的過程裡面 你不要忘記還有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你必須要給他們適度的一個回饋 所以農企業的話呢 在這樣的 只要你是符合剛剛的那樣的一個企業經營的角度 你是那樣的一個企業 只是說你生產的是農產品 事實上你就是一個農企業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組織方式 在我們 在我們國內的話呢 我們有所謂是產銷班的組織方式 因為它一樣是組織嘛 剛剛有講到 企業的話呢 它需要一個組織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產銷班 它也可以是一個合作農場 它也可以是一個合作社 當然它也可以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 就我們熟悉的 我們覺得像工業 他們就是一個公司這樣子 那些公司的一個組織 那甚至是串連起來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其他的 不見得是農業生產的一個企業 但是它跟我的農場 串接成一個 不見得是用契約形成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它也可以是一個農企業 它也可以是一個農企業的一個組織 所以 你不要再把你的農企業的話呢 就是 再想到說 講農企業 一定要想到一定有溫室 一定有那些大的這個農機具 一定要生產面積很大 然後它是共識組織 不需要 它可以是任何的一種形式 它可以任何的一種形式 包括最後的這樣的一個 它可能是一個企業 然後 包括很多的農場 來做合約生產 這樣的一個模式也可以 重點還是回到什麼 怎麼樣叫做一個企業 你是一個企業 只是你經營的是什麼 農業生產 只有這樣的差別而已 好 最後一個例子的話呢 最後我們講一個企業 再加上一個衛星農場的概念 就是像Zespri 大家知道Zespri吧 紐西蘭的奇異國 是不是 它的企業呢 它的企業就是這一家 叫做Zespri International 這家公司 它基本上是行銷公司 它不是生產的一個公司 這家公司呢 主要是幫他們的股東 股東就是農民 他們大概有一兩千個 當時成立的時候 大概在1990年這個時候 成立的這家公司 然後這些紐西蘭的這些農民的話 這些奇異國生產的農民 他們出資去成立這家公司 然後同時他們供貨給這家公司 去銷售 銷售到這個世界各地去 所以你就回想 剛剛你看的那張圖 那五個農民 就是這五個農民 那這個Zespri International 就是那個代表 那個談判的那一個人 所以農民出了股本 他們出了這個資本 他們出了產品 所有的這個 紐西蘭所有的奇異國 只可以有這家公司出口 當時紐西蘭做的最大的抉擇 就在這個地方 沒有其他出口管道 就是這家公司可以出口 所以他就不會有什麼 互相殺價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只有他們出口 當然他們在品質上 他們也做了最好的一個控制 然後他們就到世界各地 到每個國家去 透過這個當地的這個貿易商 通路商的話 賣給世界各地的一個消費者 在台灣呢 在台灣也有他們的分公司 我們也有學長 在這個公司裡面來工作 那這家公司 Zespri在台灣的分公司 他真的完全做行銷 他完全不介入那個 所謂那個農產品進口的那個部分 完全不介入了 他就是努力的 就是你看到那個什麼 那種廣告的話 就是他們做的 他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什麼 Zespri International一個企業 農民呢 是他的衛星農場 就是他的一個衛星農場 但是他們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創接的一個關係 農民是股東 農民是股東 那 這個是比較好的一個模式 那因為你是股東的話 你當然就會在意這個公司的 經營的一個過程 那公司賺錢的話 我們如果是合作社常會碰到說 合作社社員 他就不把他的農產品交到合作社去 外面價格好 他就賣到外面去 可是因為今天我是股東 股東總要支持自己的公司吧 對 然後因為公司賺錢 你還有股息可以分配 所以這是他的架構上 比較好的一個模式 那我還特別強調他有品牌 農產品一般都沒有品牌 對不對 今天Zespri的話呢 你不知道奇異果沒關係 大概你都知道Zespri對不對 你知道台灣的奇異果 除了來自紐西蘭 有沒有來自其他地方 有 那你會不會買 不會 對不對 你知道市場你已經被教育到說 買Zespri 買奇異果一定要買什麼 一定要買Zespri 是不是 你已經被教育到這樣子 所以他的宣傳成功就在這個地方 你已經把 我們已經被教育到說 Zespri等於奇異果 奇異果等於Zespri 所以其他不是呢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這個 這個奇異果 但是呢 我們都不覺得 他叫奇異果 對不對 只有Zespri才叫奇異果 好 OK 所以這是農企業 我想我們先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今天我們在講農企業 我們講的是 只要你是一個企業 只是不一樣的是 你是什麼 以農產品為主的這樣的一個企業 那重要的是什麼叫企業 好 你還是要定義企業 那 愛賺錢是壞事嗎 愛賺錢不好嗎 我們要去嘲笑愛賺錢的人嗎 不能這樣子講 我剛才講過一個企業他創造了什麼 他創造了就業機會 對不對 他創造了就業的機會 所以 剛剛 剛剛為什麼講小農 你一輩子你就是當小農 你永遠是什麼 就你自己在工作 你到不了再請兩三個工人 可是當你擴大的時候 你從一個小農擴大到一個 真的是一個business的時候呢 你可能創造10個工作機會 50個工作機會 100個工作機會出來 你可以幫助更多人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是我們對企業不可以去 不能夠去否定他的一個價值 當然他也繳稅 一個企業他也要繳稅 繳盈利事業所得稅 那在消費者面的話呢 他生產的產品是符合消費者的需要 因為他能夠持續擴大 能夠持續經營 他的產品一定是符合消費者的需要 所以他帶動的是這個整個社會的 有福利的一個提升 那你也要跟人家去競爭嘛 好所以這個產品的 這個資源的使用上是相對是有效率的 從這些角度來看 企業是有他的價值的 你是那個企業家 你好愛賺錢 你沒有錯 你賺錢是靠什麼 因為你有你的entrepreneurship 是不是 因為你有很好的管理能力 所以你得到那個利潤 因為你的利潤 你要付工錢 你要付原料的產品 你要付政府的稅 你借錢要付利息 剩下來才是你所謂利潤的部分 回想一下你的會計報表 對不對 最後拿到的股東拿到的是 最後的那個淨利的那個部分 那已經都付掉了 你把所有的成本都付掉了 所以最後你拿那個錢的多管 那是在乎你的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好 你拿的錢多 因為你把成本通通把它什麼 你的成本管理的比人家有效率 成本比人家低 所以你的利潤當然是比較高 這是你的管理能力 好所以你賺錢是合理的 也沒有人保證說你一定賺錢 對嗎 沒有人保證你一定賺錢嘛 是不是 你還是有賠錢的時候 好所以企業家第一個 你適不適合當企業家 就看你要不要承擔風險 你愛不愛賺錢 愛賺錢的同時 你要有承擔風險的勇氣 好 這是我們對企業做了一個解釋 當然在進來的 我們就要還是需要一些經濟學的概念在裡面 好 這是為什麼農經系還是要把經濟擺在前面 好把這個管理的話呢 在我們的這個戲名就沒有把它呈現出來 好 因為我剛才也跟大家解釋過 經濟只是幫你做一個分析 最後的action呢 要不要行動了 就看你的entrepreneurship 就看你是不是entrepreneur 你是不是一個企業家 好 經濟 我們常常講的 有所謂的自由經濟 市場經濟 計畫經濟 對不對 好 那自由經濟當然我們強調的是所謂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講的呢 就是一個自由的市場 也就是政府不要去干預 市場呢 自己 市場裡面有一隻手 一隻無形的手 好 它可以決定這個市場的價格 所以政府不需要去干預它 好 這是在所謂的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裡面 最主要的想法 不要有政府的干預 市場自己會運作得很好 所以政府主要的工作呢 把市場建好 把市場 把這個市場的這個機制的話呢 把它建立出來就好了 不要去做態度的干預 是計畫經濟相對的這個計畫經濟呢 政府參與的角色就非常重了 政府在裡面扮演非常大的一個角色 譬如說我們熟悉的共產主義 像北韓 古巴 越南 他們其實都還算是共產主義 那中國大陸叫做這個 中國式的共產主義是不是 也不叫共產主義 叫社會主義了 所以真正的共產主義的話呢 大概就是剩下古巴跟北韓 再加上越南 好 那它當然是 政府做了很重要的一個資源分配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是計畫經濟裡面共產主義最主要的角色 那社會主義呢 政府當然還是參與 可是它在私人的這個企業上面的話呢 它有很多的私人企業 但是政府最主要干預呢 透過很大的 很高額的稅收 把這個稅收呢 把大家的這個利潤的話呢 做了一個重新分配 這應該是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所以在社會主義裡面 搞不好你的 賺的100塊裡面有50塊呢 政府會守走 政府再重新做什麼 做這個所謂的這個社福的一個部分 去做這個 個人可能比較不會去做的 好 譬如說像長照的這個部分 像對這個教育的部分 或者是對身心障礙者的這個 這個觀照的這個部分的話 一般人覺得那個地方 比較沒有利潤可圖的話 那就由政府來做 所以這大概是社會主義 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好 那為什麼要去強調自由經濟 我們要強調資本主義 政府都不要管對不對 有能力的人呢 就盡量去賺錢嘛 不是這樣子嘛 剛剛講過 你的利潤來自哪裡 來自你的管理能力 所以管理能力越好 你就賺越多錢 那這個社會上所有的錢 不都會給小數幾個 管理能力很好的人都賺走了嗎 不會變成那樣子 資本主義就是在鼓勵那些有能力的人 大家都出頭 盡量去出頭 那政府只要什麼 我課稅嘛 是不是 反正我已經有課稅了 我只要政府拿到稅 然後把這個稅的話 去做其他的公共建設就好了 那鼓勵 積極鼓勵 大家通通是那個香花 努力的去發展這樣子 但是 資本主義最後會怎麼樣 所有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資本主義之二 這是他最大的被我們詬病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嘗到這樣的苦果 不是嗎 整個台灣的所有的財富呢 可能在少數的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人 這些高速的人手上 多數人呢 都已經中產階級幾乎不存在了 好 這是市場的 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的架構 就是自由經濟跟這個社會 這個計畫經濟這兩大部分 當然 企業管理必須存在什麼 自由經濟對不對 在自由經濟的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的話呢 我們才容許個人呢 有這樣子賺錢的一個機會 那在一個共產主義 在一個計畫經濟的話呢 當然沒有私人企業的存在 一切都是公營企業 所以相對的資源的分配呢 也都由政府來控制 所以他當然就相對是沒有效率的 好 好 那經濟學呢 分為兩個 分為在兩個 要叫什麼 分支嗎 個體經濟學跟總體經濟學 好 那我昨天問同學說 個體經濟學跟總體經濟學 什麼不一樣 Microeconomics 一個I一個A嘛 好 字不一樣 好 以前就有同學問過我 老師統計學跟會計學怎樣 哪裡不一樣 會計跟統計哪裡不一樣 字就不一樣嘛 好 講的內容當然也不一樣 好 好 Microe的I呢 代表的是什麼 好 這兩個字 Microe Microe都是從希臘字延伸過來的 好 你I可以講他是individual 他講個人 對不對 A呢 Microe講A Aggregate 是不是 講總和的一個概念 好 好 這一個就很簡單 很簡單的幫大家複習了一下 好 個體經濟學講個人 好 然後這個 這八個字也不是我講的 這是以前我們的這個榮語教授 叫陳超成老師 他已經過世很久了 他 讀經濟學最後的心得 就是最後這八個字而已 他說個體經濟學就是 慾望無窮資源有限 因為我們都想要什麼 什麼通通都要對不對 可是呢你的預算是有限的 對企業來講的話呢 不是一樣嗎 你可以身材很多東西 可是呢你的資源也是有限的 好 然後欲望無窮 所以這個資源有限的話呢 我們面對的就是所謂 邊際遞減率的概念 好 面對的是邊際遞減率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 欲望無窮的話呢 好 欲望無窮的話呢 延伸出來的 就是效用函數導出來的這個 這個 加上這個資源有限 我們導出來 需求面的話呢 有一個需求曲線 好 這個應該是供給了 好 生產成本呢 從生產成本的話呢 生產成本 這個在生產函數這個地方呢 也有一個 邊際生產力遞減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我們衍生出來一個供給曲線 所以這兩條曲線的話呢 這兩條曲線的話 在自由市場裡面的話呢 就得到一個市場均衡 對不對 好 我們得到一個市場均衡 這兩條曲線相交的地方 就是所謂市場均衡 那市場均衡的概念是什麼 equivalent 沒有其他外力影響的時候 這個價格這個數量是不會改變的 好 這叫equivalent 但是呢 這個社會是很動態的 所以一直都有外力在影響 所以這個equivalent呢 它一直在改變 對不對 好 那只要是供給跟需求的焦點 就叫什麼 equivalent 就叫equivalent 好 所以不是原來的那一點 它永遠有一個新的 永遠有一個新的equivalent存在 好 那 但我們習慣畫的一個負協率的需求 一個正協率的一個供給 然後我們畫它的交叉點 市場均衡 決定出來所謂均衡的價格 均衡的一個數量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討論 市場不同結構 就是它的競爭力不同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講到完全競爭市場 這個獨佔 這個獨佔競爭 寡佔跟獨佔 有幾種市場的結構 那這時候決定出來的價格 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在個體經濟學 我們大概主要學的是這些內容 總體經濟學呢 我們從景氣循環開始講起 然後我們講 我們最主要關心的 總產出 那我們用GDP來衡量總產出 好 價格的部分呢 我們用物價指數 所以我們去看所謂的 通貨盆上的一個問題 那跟這個總產出相對應的數字呢 就是失業率 就是失業就業的一個問題 然後在長期的話呢 我們關心生產力 是不是有提升這幾個問題 OK 好 這是需求量的一個定義 那在成本的話呢 再幫大家呼吸 我們講成本是不是有兩種 一個變動成本 一個固定成本 變動成本呢 隨著產量增減而變動成本 我們叫做變動成本 那不隨著產量變動的話呢 我們就叫固定成本 這邊我們講對應的 在農業生產上面的話呢 變動成本 譬如說像種苗、臨時工 水電費這一些 固定成本的話呢 像地珠 像資本的利息、折舊 這些就是屬於固定成本的部分 所以 我們一直在講說 要降低生產成本 降低生產成本 應該降哪個成本 降低固定成本 降低變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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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就減少 所以呢 要降固定成本吧 好 好 這是均衡的一個概念 好 不會發生改變的一個狀態 那 剛剛這張圖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的攻擊 攻擊超過需求的話呢 攻擊超過需求的話呢 你只能什麼 降價出售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常常講 農業有所謂的這個 果件上農這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的攻擊 在上面 是不是 你的攻擊藍色的線 大於 譬如說你的產量 你的價格在11塊的時候 然後 市場價格在11塊 那你的 你的這個 攻擊量呢 應該會是在 2.7的左右 你的需求呢 只有在 一點多 1.2 好 所以你攻擊超過需求 當然你的價格 必須要下降 好 那反過來講呢 你的價格是在 價格是在 這個 6塊錢的時候呢 你的需求量呢 大概將近是 3個單位 你的攻擊呢 只有這個 大概1.3個單位 好 所以 攻不應求當然是 會把價格拉高 當然把價格拉高 好 所以 像現在 相交的價格 據說 一台金 一公斤45塊 合理嗎 有人在炒作嗎 對 相交現在價格這麼高 合理嗎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公不應求 對不對 因為市場上 需要的相交的量 需要相交的量 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可能是 將近2.8單位 可是市場的量呢 只有多少 1.3單位的量 所以當然價格是要上升的 好 那剛剛講到市場 我們講有什麼 完全競爭市場 寡占競爭 獨占競爭 跟這個 寡占跟獨占 有這四個 好 那他們的定義呢 好 完全競爭市場是什麼 很多的買方 賣方 產品呢 大概是 類似的產品 分不出來 好 然後這個 寡占競爭的話呢 其實它還是有很多的 買方賣方 但是產品是 不一樣的 產品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區別出產品的差異 就像剛剛講 Zespri 對不對 奇異果的市場 其實如果沒有品牌的話呢 奇異果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樣的 可是Zespri呢 它就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因為它有一個小標籤 對不對 其他的水果沒有小標籤 所以記得以後你賣的東西 都貼一個小標籤 就跟人家不一樣了 好 品牌 OK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完全競爭市場 我們舉個例子 它是玉米 它是小麥 是像這個花生 很多的農產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種的玉米 跟你們家種的玉米 其實是一樣的 除非我在上面貼一個小標籤 對不對 好 雷老師生產的 那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 可以賣貴一點 因為雷老師是用知識去浇灌的 雷老師每天教 念書給他聽的 好 所以你要有這個差異出來的話 你就進到哪個 進到哪裡 進到這個寡占競爭裡面去 好 所以衣服 這裡我們舉衣服跟鞋子 當然對多數的成衣來講 像制服 你以前讀中小學 高中的時候那個制服 它也都一樣啊 對不對 它其實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都是一樣 那真正的差異呢 有沒有差異存在 不同學校的制服還是不一樣 在同一個學校制服都一樣 不知道你們現在會不會在制服上做一些小畫樣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制服都一樣 都不太好看 所以我們就努力的把裙子把它縮短 男生就把他的褲子努力的把它放大 變成超級喇叭褲這樣子 然後那個書包的話呢 也要超級的把它放長 把它拖到地上去這樣子 就是要自己創造一些差異出來 不然大家都一樣 然後以前的男生呢 有一個大盤帽 如果你在看很古老的電影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一個圓圓的帽子 就像現在的這個 如果你看電視廣告那個 有一個手機遊戲廣告 是阿諾的廣告有沒有 然後他不是戴一個帽子嗎 那我們叫大盤帽 那個大盤帽 男生就會把它折起來 折得像飛機這樣子 就更加不一樣 所以更加不一樣是一個 還蠻正常的心態 不是嗎 可是農業這麼久 長久以來呢 我們好像都不會努力的去把它做什麼 做不一樣 可是你說玉米 小麥 花生 不一樣有意義嗎 對不對 花生 你吃花生 你會去挑怎麼樣不一樣的花生嗎 不都一樣花生嗎 就一包拿來打開 對不對 到桌上大家就開始播了 它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它本身確實也是蠻困難的 你說小麥 通通磨成麵粉了 通通磨成麵粉 那看得出來 這個小麥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 對 通通都是白色的麵粉 你知道說它有沒有添加防虎劑 加多一點就這樣子 比較白一點比較黃一點就這樣子 你看得出來嗎 還蠻難的 所以不是我們農業不努力 我們有先天性上的問題要去克服的 但是你現在想一想 你到便利商店去 你到小器去的話 有沒有看到一些小包裝的花生 有沒有不太一樣 有吧 還是有品牌對不對 當然你還是吃不出來要什麼不一樣 可是至少它有這個小包裝出來了 你就知道 你大概還是會去講 像堅果的話呢 說要吃堅果 你就知道要吃哪一個牌子 勝利牌對不對 強力廣告人家吃V吧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在值班就有一個同學 然後他們家有種化生 不過他真的就是一個合作社 他就去修社員的花生 然後來做加工 他不是做一般的花生 他是做加工 好 那大陸有一個花生 他們叫做這個 黃輝紅嗎 還是叫十三儀的 好 就大陸有一個花生叫這個牌子 所以他們也去調配了一個 也是比較辣的 然後那個嘉義縣獎 將花冠就幫他命名 如果大陸叫黃輝紅的話 他就叫十三儀 他們就把他湊在一起這樣子 好 那就是說他們家的花生以後 他們對外獎的時候 我們家的十三儀 我們家的黃輝紅這樣子 好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品牌出來 你說 有意義嗎 還不錯啦 對不對 好 還跟這個時事的話呢 還蠻搭得上的 好 現在應該加 搭業問是不是 還是應該搭什麼 好 這是完全競爭 我在這邊花蠻多的時間 我要講的是 過去農業是一個 完全競爭的一個市場 但是你在完全競爭市場的話呢 就是我們講的 其實 完全競爭市場裡面 所有的買方賣方 都是市場的價格接受者 好 可是當你變成是一個 寡占競爭的時候呢 你對價格是比較有控制的 好 你比較有控制的能力 所以農業必須要從什麼 完全競爭市場 跨越到這個寡占競爭的 這樣的一個市場來 而這個差別在哪裡 品牌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品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好 可是你要做品牌 你一定要先有包裝 你的包裝前提呢 你要先能夠做分級 就我剛剛講的 好 你能夠去做13儀的花生 它是不是需要不一樣的花生 好 它長得好看一點對不對 像13儀一樣漂亮一點的 好 你叫黃輝宏的話 花生要硬一點對不對 好 可以踢出來 可以踢出五銀角的這樣子 好 好 其他兩個 Monopoly 就像我們講的電信事業 它可能就是一個Monopoly Oligopoly Monopoly的話呢 是獨佔 那 應該像我們的這個 石油現在也是Oligopoly了 我們有中油有台塑 那Monopoly的話呢 現在大概就是我們台電的 這個配電的部分 配電的一個部分 好 在發電的部分 事實上是已經開放了 在台灣發電的電廠是滿多的 可是在配電就是最後 把電送到你家的最後這一段 它叫配電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配電跟賣電這個部分 還是台電 還是台電獨佔 所以我們才要修電業法 就是要把最後這個部分的話呢 把這個獨佔的話呢 也把它開放出來 好 好 那 GDP的地方我們就不去談它了 大家會記得 GDP的話就是最終 最終價格 最終產品的那個市場價格 它的一個加種 或許我等一下 我們先看物價指數吧 我們有消費者物價指數 這個CPI的這個成獎率的話呢 我們就要做是年的通貨膨脹率 當然我可以去計算什麼 同月的去年的 去年的8月跟今年8月的這個通貨膨脹率 這兩個通貨膨脹率的一個計算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來做比較 好 這是物價指數的一個觀念 它一定有一個基期 那這是我們的物價指數的計算 因為是一籃子 好那可以看到 在我們台灣的話呢 居住類的這個比重的話呢 是佔最高的 佔到28 佔到28點多 再來是食物類 所以你知道這兩類的權重最高 所以只要價格稍微一波動的話呢 物價指數的波動就會非常的高 物價指數的這個波動 它就會變得是相對是比較高 那當然 如果房屋的這個租金相對高的話呢 對物價指數當然就相對是比較高 會比較成長的會比較快速 好 那景氣循環呢 景氣循環呢 大家還記得吧 把我們的這個 把我們的GDP的話呢 然後對著時間來畫 那不是就有高低起伏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嗎 我們有所謂的高峰 我們會對應一條這個 所謂的這個自然的 自然失業率之下的一個這樣的一個GDP 然後會有超過 超過自然失業率的這個GDP 有時候會低於它 這我們講的景氣循環的部分 有一個所謂的高峰 有一個所謂的低峰 從高峰到低峰呢 就叫衰退 從低峰到高峰呢 我們就叫擴張或者叫複輸 好 那所謂的蕭條呢 通常大概定義上 你可以在課本上看到這個定義 一般我們大概講 持續兩期兩季 好 這個經濟成長率是下降的一個情況的話呢 我們就會叫經濟衰退 好那蕭條的話呢 當然就是更長的一個期間 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不是看它的連續幾期 這樣的一個經濟成長的一個 這個速度的一個下降而已 應該還要看什麼 下降的幅度 還要看下降的一個幅度 對 好所以這兩期都是下降個0.01% 跟下降個0.1% 這個就差很多了對不對 4.91億跟44.91億 應該差蠻大吧 小數點點錯還點的蠻畸形的 但是如果你說key in的收key錯 還可能可以接受 好 所以這個 所謂的衰退跟蕭條的話呢 它的那個深度 它的那個下降的那個幅度的話呢 是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是應該要判斷的 那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呢 它反映的是什麼 從高峰 從經濟產出的一個高峰 到經濟的一個低峰 就算你的產出一直在下降 一直在下降 產出一直在下降的意思表示呢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來生產 對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生產 所以當然 那同時面對的是失業在增加 失業在增加 那當然產出在下降的時候 供給一直在減少的情況 那它有可能出現的是什麼 供給一直在減少 也有可能是因為需求減少造成的 那你記得需求減少的時候 它第一個反應 從一個均衡點需求是減少 它的第一個反應是 數量下降 價格下降 所以當你價格下降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 價格下降是什麼意思 持續價格下降 就變成是通貨緊縮 通貨膨脹呢 是價格持續上升 對 物價水準的話 持續上升 那就是通貨 然後這個物價值 持續減少 那它就是一個通縮的現象 所以當總需求是減少的時候呢 出現的是通貨緊縮的一個情況 好 所以價格一直不斷的在下降 價格一直不斷的下降 消費者會不會想要 蹭便宜出來減 會嗎 對 跟你講說 現在iPhone剩下一萬塊 明天會繼續再跌 你要不要再等 你要等什麼時候 等它剩下一百塊的時候 對不對 好 所以在物價下跌的時候 事實上是另外一個 更恐怖的一個心理 我們大家就一直在等 那你說物價一直在上漲呢 在通貨膨脹的時候呢 當然物價一直在漲 我們也覺得好痛苦 是不是 好 錢會變得所謂越來越飽 你的薪水 好 你的一萬塊呢 在通貨 在價格越來越高 一萬塊買到的東西 是越來越少 這是通貨膨脹的一個概念 所以 當價格一直在漲的時候 大家又開始去搶購 不是嗎 好 你就覺得它價格會越來越高 你就會去搶購 它反而造成的是什麼 大家更瘋狂的去消費 如果你預期價格會越高 大家更瘋狂的去搶購 你趕快去把東西買下來存下來 因為它會越來越貴 好 可是 當它的價格一直在下跌的時候呢 大家都不想買啊 因為我就等啊 等它更便宜啊 所以你就造成的是什麼 你反而更是什麼 衰退的一個情況 好 所以我們更不想看到的 通貨膨脹不是好事 那通貨緊縮呢 也不是好事 好 所以我們一直努力的想要去維持什麼 不要太蕭條 也不要太 不要太衰退 是不是 也不要擴張得太厲害 因為當你很擴張的時候 需求非常大的時候 物價就一直漲 所以產品也跟著一直生產出來 大家也很好的就業機會 可是當你到了極致呢 到了那個最高點的時候呢 經濟熱到頭的時候 開始衰退 不是嗎 好 那當然衰退到谷底的時候 衰退到谷底 到谷底呢 剛剛不是講價格一直低 東西也沒人生產 大家都失業了 這時候靠什麼 也沒錢買東西 因為大家都失業了嘛 東西再怎麼便宜也一樣嘛 也沒錢買東西了 好 所以你到了 你真的是衰退蕭條 那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時候不是說 誰出來做什麼事 不是說 不是民間的力量就足夠 那時候要靠什麼 靠政府的政策 政府有什麼政策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對不對 這兩個政府最容易去使用的政策 所以 他可以靠 當你經濟是非常不好的時候 政府可以靠他的財政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 減少稅收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刺激經濟 把這個衰退到谷底的經濟 把它拉上來 或者用什麼 貨幣政策 增加貨幣供給 降低稅率 讓企業有比較願意投資的 這樣的一個動機 用這樣子來刺激這個經濟 那本國來講的話呢 當我們經濟在過熱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不要讓它太熱 因為太熱的話呢 這個物價膨脹的太高了 過熱 當然就是一個什麼 衰退的一個開始了 所以我們努力的去踩下車 政府也會努力去踩下車 所以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也可以扮演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它可以去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去刺激經濟 讓經濟來復甦 那它也可以在什麼 在過度的這個過度擴張的一個過程裡面的話呢 做這樣踩下車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這兩個是我們最常講的一個政策 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 在政府的支出跟它的稅收上面來做調整 或者呢 是在貨幣供給上面的話呢 來做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過去我們講的貨幣政策 我們大概都是講貨幣供給的調整對不對 政府有三個方法可以去做調整 哪三個 記得嗎 你們上過我的總金應該 你們上過我的金元應該記得吧 對不對 大三的同學 你們大一的時候上過我的課 有哪三個方法可以去調整貨幣供給 公開市場操作 這個存款準備率還有什麼 重貼限率這三個對不對 好這是三個傳統上我們講的這三個 我們講的這個調整貨幣供給這三個工具 但是後來我們在這一次的金融海嘯的話 又增加所謂一個數量寬鬆的這樣一個概念 它沒有 因為利率已經過低了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 從貨幣供給的數量上面來做調整 所以它直接的話呢 就是去印鈔票的一個方式 直接透過這個 直接政府透過中央銀行的這個 它的這個資產負債表上面的話呢 直接就把這個超合準備的話呢 放給這個銀行去放款 這是數量寬鬆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它的做法上面的話呢 就直接把那個所謂的 我們講的利率的一個結構曲線的話呢 把它的長期利率的話呢 就把它壓下來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調整 那昨天日本的央行呢 因為我們都講QE嘛 這個貨幣寬鬆的英文 這個 quantitative easing QE的概念 日本昨天出現了一個QQE QE之外又加上一個Q 那大家也知道 日本的利率線已經到什麼 到負了嘛 已經到負了一個概念 所以它沒有增加利率水準 它又繼續再把那個錢呢 又再把它放出來 所以可以預期的呢 這個利率是會什麼 會再更低 它可能會是再更低 那昨天晚上應該是 美國聯準會開會 美國的FED昨天開會 應該 應該決定出來了 那個利率是不是會調升 如果美國調升利率的結果會是什麼 美國調升利率 這是經濟學家要講的話對不對 經濟學家講完了 就要放企業家來講話了 所以美國FED呢 它如果調升利率會什麼回事 調升利率是一個緊縮的一個貨幣政策 所以它會把貨幣供給減少 所以會降低投資的一個意願 是不是 會讓總需求呢 減少 好 所以基本上它 它想要做的事情是 不要讓經濟活熱這樣一個動作 好 所以它要會調高利率 但是現在適合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嗎 調高利率就是要把經濟的成長速度 讓它放慢 好 所以讓它的這個output的話 讓產出的話呢 讓它有一點緩慢成長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因為這個利率會上升嘛 所以企業投資的意願會下降 好 所以GDP的話 I會投資會減少 好 這個時候適合嗎 這時候是不適合的 好 為什麼 因為11月要選舉 好 所以執政黨呢 在這個時候把利率調升的話呢 會造成美國經濟的成長會有一點緩慢 然後這個現任的總統呢 跟他的繼任者呢 馬上就會受到傷害對不對 現在總統是歐巴馬 他的繼任 他們這一黨的候選人呢 克林頓希拉蕊 好 所以馬上就會衝擊到他的選情 好 他前面已經有那個生病的不良紀錄了 好 在更早之前 又有那個個人郵件的一個問題了 好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調高利率的話 對他的選情是很大很大的一個衝擊 好 所以大家都評估說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好 可是如果美國不調升利率的話呢 他擔心的是什麼 他的國內的景氣會有一點點的太熱 他怕的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而且就是 因為當時這個貨幣寬送政策有說過要退場 好 貨幣寬送這個機制的話是要退場 在有一些情況之下 就是他們當時設定說 譬如說我的這個失業率的話呢 下降到多少的時候 那我就要退場 那其實已經達到了 可是都還沒有真正的退場 好 所以其實他的QE呢 已經大概到了這個 將近第四次的 QE4 1234那個4 他有人就開玩笑 這個4呢是forever 他永遠不會退場 好 因為站在這個美國 這個全球的這個經濟的一個 角度上來看的話呢 好像蠻難退場的 可是你當時做了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宣示的話 大家都來看你會不會去遵守 好 所以他處在這樣兩難的一個情況 好 經濟學家講完了 企業家呢 就要站出來講話了 好 美國升息不升息 你企業家要做什麼事情 企業家該做什麼事 美國如果升息的話呢 美國如果升息 對不對 美國如果升息的話 那整個全球的經濟可能會比較衰退一點 比較衰退一點的話 當然你就要看你賣什麼東西 是不是 你賣的是不受影響的 不受這個經濟 這個產出影響 不受經濟循環影響的產品 那當然沒有關係 繼續推 可是如果你賣的東西 是會受這個影響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稍微評估一下 我的產量上 我是要做一點的調整 是不是 好 那如果是 持續維持現在的物價水準的話呢 維持原來的利率水準的話呢 那大致上就還是差不多吧 好 還是可以維持你原來的這樣子的一個 生產的一個情況 好 好 這是在正側面了 那再講一個例子 好 這個韓國的韓進不是宣布破產嗎 對 韓國的貨輪關我們什麼事 對韓國的貨輪這家航運公司破產 關我們什麼事 有沒有事 長榮破產可能比較擔心對不對 因為我們可能都用長榮來運輸嗎 不見得 不見得 好 所以如果你仔細觀察 這個韓進宣布破產的時候 他最重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 他的很多貨櫃在海上漂流 他進不了港口 因為所有的貨櫃進港口 他要卸貨到那個港口上 貨櫃卸貨要有那個儲存的地方 你就要去租土 你要去租那個土地 所以進港的時候你就要付錢 你還要先付一筆錢去做抵押 說我要把這個貨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貨櫃放在那個地方 你不要想說 這個船開到那個港口了 貨櫃下下來了 一天就 兩個小時就下完了 你知道他要下多久 你知道貨櫃要下多長的時間嗎 他不是一天一夜就可以下完 你要看他那個貨櫃這樣的大小 而且這個貨櫃下來之後 他不是馬上就載著 他可能要在那個碼頭上放一陣子 因為他可能還要檢查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從 譬如說我們從這個美國進農產品 我們出口農產品到美國去的話 這些貨櫃 你要想的是 這些貨櫃在海上已經漂多久了 進港口的時候 像碰到韓晉這樣的一個事情 進不了那個港口 船就在外海那邊停著 你光是停在海上也是要收錢的 那個船也是就已經在收錢了 進到碼頭去的話呢 碼頭那邊也要收錢 這錢是誰付 好那停在這個碼頭上 要去抽檢 對 要去做農藥的檢測 做什麼的一個檢測 貨櫃要在那邊放個幾天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努力要去爭取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什麼 不要抽查 我有一個什麼證明 就可以馬上拖出海關出去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那個貨櫃放在那裡就是要錢的 所以你要檢查三個月之後 然後才可以把那個貨櫃拖出去 誰受得了 好 為什麼我們會有那麼多出現說 怎麼還是 我們說萊克多班的牛肉不能 這個韓 說萊克多班的牛肉可以進 可以進台灣 什麼奇帕特羅那個是違法的 那是很毒的不能進 可是它還是流進來了 它為什麼流進來了 因為我們在港口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說竹皮都要檢查 好 那你只要這個 之前有良好記錄的話 我們可能就放行了 好 那甚至這個貿易箱 它會去要求說 啊 這個在什麼樣的情況 我簽一個切結 你先讓我放行 出問題的時候 我再把它回收就好 簽這樣的一個切結 好 所以它就流進來 流進來之後 就到了餐廳之後 我們才會檢查出來 可是切結有什麼用 東西都已經吃完了 好 所以整個 整個所有的這個 這些問題的話呢 其實它是環環相扣的 它都是環環相扣 好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小事 這是一個跟我沒有關係的小事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其實都有關係 那你再去追究 為什麼韓晉會破產 它是全球 大概在前三大的這個貨運公司 我們的長榮好像還排在第七 好 它是排在前三大的 前三大破產 長榮會不會破產 不知道啊 第三大都可以破產的話 是沒有一定的事 沒有一定嘛 沒有一定就是說 最大的你就沒事這樣子 它為什麼會破產 不知道 對不對 你就要研究一下啊 然後再下來 如果你是做貿易的話 我不能找韓晉 那我找誰啊 我找誰來幫我運 是不是 這是企業家你要想的 這是企業家 我們現在不是 當然我們還可以在這邊 非常愉快地講這些笑話 可是如果你是企業家的話 你的貨是在韓晉的船上 在韓晉的貨櫃上 你現在面臨很大的問題 你是怎麼樣子 把你的東西取出來 你要怎麼樣去把它取出來 不然你這批貨全就沒了 好 那接下來第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不找韓晉幫我運農產品的 那我找誰 我找誰幫我運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好 再衍生一個問題 每次這個颱風過後 我們不是講蔬菜 像今年年初蔬菜價格非常非常高嗎 對不對 蔬菜價格非常高 我們都開始罵 農委會不幹事 這個蔬菜怎麼復更的那麼慢 價格這麼高 罵台北市政府 你們這個台北 台北這個批發市場裡面 都是菜蟲 一大堆這個價格都一直高不下來 那當然台北市也很熱心的 就去把這個市場 把這個批發市場找來 他就說你們可不可以進口一下 他說是啊 我們也很想進 可是你想一個貨櫃 要有多少的蔬菜 一個貨櫃一千噸 對不對 我去哪裡買這麼多一千噸的蔬菜 平常沒有在買 然後要在兩個禮拜 把這一千噸的貨櫃填滿 然後去哪裡買菜 今天在台灣 我大概知道誰在種菜對不對 我知道我到西湖去 到一個西羅去那邊 都是種菜的地方 我到桃園巴德那邊很多在種菜的 那到世界去買菜 你要去哪裡買菜 就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平常呢 你冷凍庫那麼多 平常買一些菜放著吧 說老師你知道嗎 印武台北市一天的菜呢 我們需要有多少多少冷凍櫃 我們實際上現在只有多少多少 差了好遠 還有呢 這些菜呢 我要放多久呢 萬一都沒有天災的話呢 那我要放個三個月 老師你知道嗎 這些要放多少利息 要多少錢壓在這上面 OK 所以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都是生意人在談的事情 這些都實際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去精算你的利潤 那就不是我們想的 如果所有的事情說 OK 政府我全部包了 這個 為了台灣的這個 為了台北市 然後我們需要蓋一個 蓋一個多大的一個倉儲 來應付台北市的這個 蔬菜的一個條件 這一年要花多少錢 我台北市政府全包了 沒問題 都沒有問題 OK 那講回來 這些錢都是誰要負擔 台北市民要負擔嗎 甚至還要分一些給那個 不是台北市的市民去承擔 因為還是要從國稅拿出來 那當你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呢 這就不可能的事情了 這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站在民間的角度上面 當我做一個生意的時候 當我做一個生意的時候 我就要去想 那我的冷凍庫可以蓋多久 那我的通路 我要去找誰買 我的這個周轉率要怎麼樣子 我就必須要去精算 所以我不是在做 我不是在做慈善事業 沒有人幫助我 沒有人會給我一筆錢 讓我這樣子去操作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套 我自己的business model出來 好 那你說你這樣子 你是不是在賺台風財 你是不是在賺不利之財 你都趁火打劫對不對 農產品價格高的時候 就把你的東西賣出來 平常都在儲存 平常儲存的時候不用成本嗎 要吧 對不對 買的時候就要先花錢了 然後要有電費 要有倉庫的那個倉儲也要租金 那我可能是借錢來的 我還有利息 這些通通都是啊 怎麼會沒有成本呢 所以當一個商人 跟一個這個政治家講話的時候 他其實觀點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面 我剛才講的 從個金裡面的供給需求的理論 從我們總體經濟的這些 GDP這些通貨膨脹的 這個事業的這些問題 事實上這些數字 這些觀念 對一個企業經營者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你不是 你說我不是企業家 沒關係我可以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知道呢 有什麼不好嗎 多花些心思去了解這些問題 就像我剛剛問你 韓進怎麼導的 韓進導的會有什麼影響 你去看這樣的一個報導 沒有意義嗎 有意義吧 好 所以回歸讓我第一個上課目的 我希望你主動閱讀 跟這個事業管理相關的一些書籍 或者任何的資料 就像我講的每一個例子 我舉的每一個 我講的每一個例子 我都希望你能夠 從這裡面的話呢 你再去衍生 去看更多的 去看更深入的一些 一些這個相關的報導 然後讓你自己的話呢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讓你在做決策下面 你可以有更快的一些反應 好 這邊再回來 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 都是屬於攻擊面的政策 對不對 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 因為這兩個政策 影響的都是總攻擊曲線 好 所以我還講有其他的政策 從什麼 這兩個都是需求面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有什麼 攻擊面 我們還可以有攻擊面的政策 好 那他可能是比較平常不是在討論到的 可是我們其實還有其他 其他攻擊面的一個政策 譬如說失業率 失業太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提供勞工訓練 結構性的失業的時候 我們提供勞工訓練的話呢 就可以幫助這些失業的人 比較快的去幫他們磨合 這些的話呢 這樣的一個政策 他就會是比較去其他的政策 OK 這大概就是第一章的一個內容 的意思是 那是 成功了 那也是 非常想的 真正的 有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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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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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